炎炎夏日细水带圆的案件平传 台湾蓝宇海域1号上午传出三名游客滑SUP丽江 体力耗尽遭海流带离 受困海上漂流 索性海巡、消防还有附近的渔船协力救援 在离岸0.5里的郊岩区 江人顺利救援上艇 而这也在台东地区近一个月来 第二起SUP丽江救援案 海巡救生艇一路朝着外海前去 就在左前方不远处 看见一名男子坐立在SUP奖板上 男子一见到船艇靠近 连忙挥手示意求救 看得出来等待被救援的心情相当急迫 独留在海面上漂流的男游客 在海巡人员的协助下 顺利搭上救生艇 连同SUP奖板一起救回岸上 汹涌的大浪打在脚岩上 海巡和消防人员小心翼翼接近 成功救援最后一名受困游客 台东来于海域一号上午十点多 传出三名游客划SUP立桨 体力耗尽遭海流带离 而其中一人海一路漂流到 巨岸0.5海里的满头岩 索性三人脱困后均无生命危险 仅有一名女性手脚擦错伤 启动救援整合机制派遣开源案件所 按计攜带救援装备及海上出动100匹FRP艇 后续由救护车将受伤民众 再往开源卫生所处理伤口 明天夏日细水带源案件平传 开动近一个月以来 已经发生两起SUP立桨救援案 海巡署呼吁民众细水时 应避免前往危险海域 并穿戴救生衣或是鱼雷浮标等救生器材 以维护自身安全 继续下车会蓝雨香报道